我想说一个事,就是这两天看了很多就是关于美国载人登月的那个事情,然后我就看了一篇科学辟谣,说错了,科学辟谣的那个文章, 然后那个文章信源是中国航天研究院的信源,然后是中国科学,然后卫生健康委,然后应急管理部,还有市场监督总局主办,然后中央网信办指导的那篇辟谣文章,然后承认了这个美国载人登月的这个事实, 然后我就在平台上,我就在那个小破站平台上说了一句,然后就被人扣帽子,收我屁股,收我脑子,让屁股坐住了, 然后我就觉得就好像少了一点,就是现在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东西往意识形态和这个方面引,然后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实事求是的那个精神, 这批这批这批稿子是同一时间下来的吧, 嗯对差不多,就是基本上基本上质疑生比较大的时候这个,不是你们这一批稿子是同一时间下来的吧,我前两天已经来过你同事了,跟你说的是一样的, 我还说上上上网站是一说被人家骂,我的上上个我的倒数第二个视频, 播的是你同事的录音,啥啥同事啊, 你俩说的是一样的话,你俩稿子念丛了, 我没有啥稿子呀, 那要不你去找找你那同事去,就是你看你现在这样的哥们, 你现在去看一下那个我那个倒数第二个视频, 你俩说的是一模一样的,你俩创车了, 不是我创车了,是这样的啊,就是我是看了那个, 你要你要不愿意创车的话,那这样的吧, 你别来东拉西车的了吧,我问你几个问题,你来回答回答, 美国登月造假这个问题,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天了,对吧, 对, 在过去的20年里面,从互联网友论坛开始,一直就有在讨论这个事, 包括在在这这次我们登月之前,都一直有讨论的,你早干嘛去了, 倒不是, 你早为什么还没讨论呢, 倒不是讨论,就是我觉得他登登月造不造假没关系, 就是他, 他没不没关系,这是两回事, 我问你,你对他登月是否造假, 你既然感兴趣, 你早干嘛去了, 为什么要在我们登月成功返回了以后, 讨论这件事, 为什么你不之前不讨论, 你这件事应该不是第一次听说吧, 你为什么早不去讨论, 为什么现在讨论, 为什么在我们回来了以后讨论, 我不是讨论这件事, 我只是被这个, 你不是讨论这件事, 你为什么会被人扣上帽子呢, 因为我只是说了一句少了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嘛, 那你这不是在讨论这件事吗, 那是啊, 但是我不能因为说一句话被通号子, 我想证明的是什么, 我想证明的是你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, 你的用意是单纯只是就讨论, 它是否有载人成功登月吗, 是啊, 就是这个意思呀, 如果是的话, 那这个话题已经延续50年了, 你为什么在我们成功返回了以后讨论这件事呢, 我们成功返回和和这个说相信没有关系吧, 我觉得, 不是, 你这是两回事哥们, 我问你的是为什么现在说, 你不要一直在绕, 这我们就是说事实嘛, 他上没上, 实际上上没上去过, 我觉得都真的没所谓, 就是我, 真的没所谓的, 上学也好, 没上学吧, 你现在上不去嘛, 对不对,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没有没有关系, 我就问你为什么现在讨论, 现在讨论的目的是什么, 就, 就我是个半调子, 然后之前就一直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, 然后他这个事情, 讨论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呢, 就是大家都开始讨论这个事情以后, 我才开始关注的这个事情, 好, 那你就是等于你这个问题, 开始看到现在一共不足10天做的资料, 嗯, 对, 差不多, 然后我是看了很多, 那, 那, 我问你, 当时他成功载人回来了以后, 接受采访的航天员, 一共有几个, 你知道吗, 就是你说的是美国吗, 嗯, 美国从11号到17号下来以后, 接受采访的航空员一共有六个, 啊, 一共有六个航天员, 他首次登月回来的时候有几个, 首次登月, 是指11次吗, 第11次那次吗, 不是, 首次, 阿波罗, 就是阿波罗, 就是从第11次开始登月, 对, 就是你, 你是看着非常经典的那张太, 太空的照片, 后面背景是地图的那张照片, 啊, 那那次, 那次就是返回的时候, 不是无人生还吗, 嗯, 怎么无人生还了呢, 人家都按, 人家手都按着人家那个书上发誓了, 咱俩看的版本不一样吗, 啊, 那我可能看错了, 哥们, 人家都, 那你要是无人生还这书整的, 我们成功着陆了, 你什么着没着到, 谁知道啊, 你这不问题又来了吗, 他回来了以后, 那几个人不是说被质疑, 不好多人质疑他们, 怀疑他们没上去, 因为什么又封, 那个这个月球上没有封, 郭琪, 他那个郭琪是怎么飘起来的, 这不都是, 这不都是当时当时讨论这个话题里面, 最经典的几个, 几个小论点吗, 对不对, 对, 对, 那那在讨论这个事的时候, 然后就他们那几个人遭受质疑, 然后让那些人出来手摁着书上面发誓, 这个环节你看了吗, 这个这个录像我有印象, 我看了, 就是这几天自媒体, 然后你看完这些环节的时候, 你没有任何, 你没有任何不经由问吗, 我是觉得就是他们所谓的就是录像造假是有可能的, 然后他们所谓的采样造假也是有可能的, 但是他们这个登月事实不是已经被证实了吗, 对吧, 怎么证实的呢, 就是既然录像造假, 然后载人造假, 那怎么证明它是真的呢, 你从哪看出来的呢, 就是他们, 他们已经看到了这是阿波罗号的登月痕迹了呀, 就是呃, 我们的航天局也拍到了这个照片呀, 不, 载人和这个, 我告诉你, 这件事自始至终, 质疑的不是他上去过没有, 而是他是否载人, 他要没载人的话, 我们就变成首次载人登陆, 真的是这个, 我知道, 就是真的是, 就是这个霸主, 就是不是霸主吧, 就是太空的这个画室权嘛, 是吧, 啊, 也不, 也就算, 就其实也不能说你, 你先登上去就是你的,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首次, 全地球, 全球首次载人登陆月球, 这个, 这个我能理解的, 我先问问你, 那好, 那我先问问你, 就从, 从立场上来出发, 你觉得这个事, 我们是从尊重科学的角度, 说谁先登上去, 谁说登上去了, 完了我就很光荣, 还是说, 你觉得你更希望, 你一个, 你问你其实都多于问, 你这个肯定得说是希望, 家里面先登上去好嘛, 对不对, 对啊, 肯定啊, 那从逻辑上面, 那从逻辑上面来讲, 如果你, 你希望家里面是先登上去好, 那你是不是应该去找, 这些所谓, 比如说, 美国首次登月当中, 这些疑点, 比如说, 像我刚才说的, 国旗, 它的国旗是怎么飘下来的, 对, 好, 那你告诉我, 现在你说, 你说我看见的, 我现在看见的文章是承认, 他们已经登陆上去了, 但是再人与否无所谓, 这个东西就不客观了, 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, 为什么就不能客观点看这个问题, 他们就是先去登上去了, 那你讨论的这个话题和这个结论, 本身跟因果, 你这个里面就不严密, 对吧, 我其实也不是跟你杠, 说实话, 他是不是先登上, 我觉得他先登上野和里, 你七八七几年八几年, 那个年代我们确实也挺穷, 咱们不能说因为咱们穷, 想象不了人家那个发展到什么程度, 他真有可能登上去, 所以嘛, 所以这个东西最后的画室权是, 不是画室权是我先上去了讲, 我来说了算这个东西, 而是说什么, 谁拿这个殊荣, 这毕竟是走出地球了吧, 对不对, 谁拿这个荣誉, 那如果你刚才也说了, 你说我, 我是希望家里面更是, 那你应该去找他的, 这个披露点, 哪个点, 你这个点站不住, 你这琴怎么飘的, 其实好多后面后续的这个问题, 他那个相关的这类视频好多, 你不但是咱们说这个事, 去国外你就在美国, 他这个话题也讨论了好多年了, 就是是否成功的, 是否有真实, 那你不应该是找他, 奔着找他错去的吗, 你为什么因为一篇, 只是承认他机器到那的, 到那的这个一个文章, 然后去断定产生什么东西, 你这个立场和你, 你说的这个出发点不一致啊, 是这样, 我的出发点是这样觉得的, 就比如说啊, 我们可以, 我们可以质疑, 就是因为美国人, 他现在就不是一个, 就不是一个, 就是他说话, 就不是一个批的这个态度, 他现在是这种, 现在是这个样子, 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形态, 就落到了就是说, 就比如说, 呃, 在这个科学里面, 我, 我证明了, 比如说某个, 某个猜想被证明了, 然后这个证明的逻辑很严密, 他, 他的, 他的答案就只有这一个, 但是落在了我们, 我们的网友头上以后, 他就觉得你相信这个答案, 是你意识心态有问题, 立场有问题, 你在跟我讨论的是网友的, 舆论风向吗, 对,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你如果跟我讨论网友的舆论风向, 下面这么多骂你的, 为什么你不在乎他, 我, 我, 我现在没看弹幕啊, 那你要不然看他, 说, 说你搞的一模一样呢, 说你跟你上一个同事, 撞稿子了, 撞山了, 你为啥不在乎他们说的, 包括我也说了, 我说你同事已经来过了, 我, 我说的, 你俩说的话术都一模一样, 我不说你俩的话术也是一模一样的, 不是同事, 你听我说, 我这个不是稿子, 我这, 我刚刚说的, 你不是稿子, 你是不是稿子, 我说实话, 我倒希望你不是稿子, 或者我, 我倒认为你也不, 不是稿子, 因为你去那个水平挺一般的, 你听我说一句吧, 这个逻辑现在不, 我不, 我不愿意听你说, 我就把这个逻辑跟我讲清楚就行, 你既然, 希望我们是首个在人登陆月球的国家, 你也身在这, 既然你希望, 那为什么你的行径不是去找对方的披露, 而是通过一篇毫无闻, 毫无联系的, 因为什么, 在人登陆和首次登陆是两个概念, 这个毋庸置疑吧, 他只是腾露, 他确认他确实登陆过, 是否在人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, 你在后面讨论的时候, 我问你逻辑不能自洽, 你现在在讨论网友的舆论风向, 那我直播间也有网友, 他的舆论风向又不在你的这个范围内, 你整个东西就给我呈现出什么呢, 双标, 针对于攻击你的那些网友, 你认为很重要的那些网友, 你要去给他们扣个帽子, 你说白了, 哥们, 你想给他们扣个爱国贼的帽子, 什么东西必须说家里都好, 你想给他们扣一个很极端的帽子, 这是你想干的事, 但是呢, 这帽子呢, 现在说不说扣的实不实, 我屋里这么多人说你, 你却看不见, 你的出发点, 既然是想证明, 就是想你也认为家里面是首次在人上之后, 那你为什么不是去找对面的这个逻辑bug, 找他们当中的这个可疑的这个点, 而是去通过一篇毫无相关的一个, 只是承认他确实登录过的文章, 去往下什么断定, 认为别人给你在靠帽子呢, 你的出发点和你的逻辑, 以及你的整个行径, 再加上你的心态和行为, 通通都是非常矛盾的, 你能把这个给我们理清楚了吗, 你这样说的话, 我能理解你想告诉我的事情, 就是你理一下, 就是我, 你再说我觉得, 你觉得我在给反驳我的人, 想给他们扣一个二国贼的帽子, 没错, 但实际上, 但实际上我代表的是, 就是说一些对这个, 对这个就是载软航天断月事实, 有相信态度的人, 但是他依然是爱国的人, 然后被平白无故扣一个, 扣一个扑, 就是单纯从, 你想, 你想代表的是那些, 单纯只从学术领域上来讲, 他是否成功载人登录月球的问题, 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40年, 请问你早干嘛去了, 我早不知道啊, 我早就没有关注这个事情, 好, 早没关注这个事情, 现在我问你的, 一你不知, 二你不知, 感谢在人间的那个, 我上头个小号熊的那个礼遇啊, 就是你这个问题, 你不知从前你不知道, 现在你临阵抱佛脚, 你总结了这么多资料, 在一时间, 也就是说大概10天左右这个时间里面, 你突然接触了这么多信息, 包括他那些所谓的疑点, 你都支持, 就现在这么多疑点到你的脑子里面, 你是怎么总结认为, 他一定是登上去过的, 你给我讲讲你的逻辑, 咱们不说远的, 就说一, 他的影子问题, 他的影子的角度问题, 这是互联网非常经典的嘛, 一, 他的影子角度问题, 二, 他的国旗怎么飘下来了, 三, 下来的人为什么不能去现实, 你了解的资料当中,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几个事是怎么, 你怎么看的, 然后你怎么得出结论, 他肯定上去过的, 首先, 首先我是一个对航空, 支持不了解的人, 这个逻辑你承认吧, 对吧, 如果你不了解, 你在这站什么队啊, 那我没有站队,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, 你上互联网上面去发表什么言论呢,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, 你盲目占一个结论, 在大家去争谁是首次, 在人登陆月球的时候, 你去占人家的队干嘛呢, 你占人家的队,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, 既然你说你又不是拿稿费的, 你又不是专业的人, 那你为什么要占这个队呢, 因为我看了辟谣的文章啊, 你看了辟谣的文章, 现在我把疑点只是跟你说出三个, 至少五十个疑点, 你为什么解释不了呢, 就是, 大家清风低沉啊, 就是我在我是一个半调子的情况下, 我更愿意相信国家, 我不愿意相信自媒体, 国家也说了呀, 确实是登陆了, 但是再没在人了说啊, 他要没在人, 我们就是首个在人的, 国家承认的, 就是那篇辟谣文章上, 很明确的, 很明确的已经承认了, 就是在人横天登月, 是这个事实是被承认了的, 你把文章发出来, 我看看, 你把文章发出来, 你微信公众号搜一下科学辟谣, 国家承认的事实文章, 我要上微信公众号, 你们看的吗, 我是在微信公众号的科学辟谣平台里面, 看到的中国科学这篇文章, 中国科学不是民间组织, 中国科学是人民团体, 人民团体是什么呀, 中国科学没有啊, 中国科学, 科学, 中国科学不是民间组织, 你们知道人民团体是什么吗, 你先别闹那个没有用, 中共共青团也是人民团体, 好不好, 哥们儿, 你别炸房, 你急了, 你破房了, 没有没有, 你急了, 就是, 这你弹幕里面好多人说, 你打水闭一会儿, 就告诉我咱俩修文章, 给你提一下, 你破房了, 哥们儿, 你炸啥房, 咱查文章就查文章嘛, 急啥呀, 那协会, 科学, 科学技术协会, 是不是啊, 你不管它是个啥组织也好, 啥也好的, 就是谁说这个问题, 你包括人家美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, 也是, 你把这几个问题你解释清楚了, 哥们儿, 你要拿一篇文章, 你要拿个公众号去站在那, 讲话那么多公众号说没有呢, 你咋不信呢, 如果你, 我还是那句话, 如果你的立场是质疑的话, 那你应该去找对方的披露, 而不是因为一篇文章啊, 哥们儿, 你别说文章了, 你小的时候, 你小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, 墙上写着,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, 那你咋不听呢, 他根本, 他的, 再说了, 他的问题是什么, 是在争谁, 是否登陆上, 登陆上去不难的, 自从有卫星上天了以后, 这个东西登陆上去不难的, 就连我这个半调子, 我都一直半解的, 我都看了, 你, 就是自从人类发射卫星, 到了大气层以外以后, 登陆月球的事本身就不难, 因为月球本身离我们就很近, 就不是什么难事, 那在人登陆, 包括安全着陆返回,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东西, 那子彤偷换概念, 偷换概念, 要不你上来说, 拉上来说, 你是你上来说, 怎么怎么叫不偷换, 我听听, 在人跟不在人, 它是两个事, 你跟你同事的搞的是一模一样, 你俩上来说话都是一模一样的, 你俩的假设都是一模一样的, 我还没给你们伸八呢, 我希望你在念这个稿子, 你在念这个稿子的时候, 我希望你们, 就是下次我要问的问题, 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, 你不说你在B站被扣帽子了吗, 哪个视频下面的, 哪个ID是你, 好吧, 我希望到时候问你的时候, 你们能答得出来, 包括刚才那个哥们, 你告诉我, 你在哪条视频下面, 留到哪条言, 被人磕被你, 你被人扣上帽子了, 行不行啊, 就是人家自己, 人家自己家, 说说报听的, 人家自己家都, 都已经质疑了那么多年了, 你们去稍微看看这个视频, 我原来, 原来他们质疑这个事, 我还真不觉得, 这当被登上能怎么着, 也不耽误啥, 能移民月球啊, 对不对, 这也重点是在人的问题啊, 行了, 被讨论这个话题了, 谁开下一个话题, 再说, 你们谁在跟我说, 说你啊, 我登录的被一群爱国贼, 给我扣帽子了, 把你们的视频和留言, 拿着我看看, 把你们的视频和留言, 你在哪个视频下面留的言, 我们去看看, 就这个事, 他是真也好, 假也罢, 我说白了, 我这个人吧, 格局没那么大, 我这人格局没那么大, 真也好, 假也罢, 假如说这是一场跑赛, 这个人说他跑第一, 他第一个跑到终点了, 我们现在才去跑去, 跑的速度也好, 啥也好, 成绩也不错, 对吧, 你们理论上来讲, 他叫你第二, 那我想, 我就是作为跑赛的, 这个学生参加运动会, 我作为这个学生的同班同学, 我想质疑一下子, 到底有没有啊, 你跑没跑第一, 有没有录像啊, 有没有人看着啊, 当我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, 你通通说没有, 那么我就想, 我就是起哄也罢, 啥也罢, 我肯定得说, 那你是没跑上啊, 因为啥, 我希望我们班这个同学跑第一, 这道理很简单吧, 这个情, 这个情绪你给出来也很简单, 很能理解吧, 因为我希望我班这同学跑第一, 就这么简单, 我们去在互联网上, 作为网民, 我们去争这个事, 其实也是这么简单, 那你要真没上去的话, 那可就是我家第一个上去了, 那没毛病吧, 他有什么问题呢, 对吧, 那你们在这, 你在这出来, 不是人真跑第一了, 当时那地上还有人脚印呢, 我说那脚印要是别人留下呢, 或者那个馅儿确实断了, 那馅儿断了, 万一是疯狂的, 我有这个想法正不正常, 那你有那个想法也正常, 那这前提得是, 你得是那个班的同学吧, 你又不是那个班的同学, 那你替人家说这个话的意义, 如果咱俩是一个班的, 我说不是哥们你啥意思啊, 你咋说这话呢, 问问你合不合理啊, 你还扣我帽子, 给我扣帽子了, 不客观, 本身我们就是, 我们本身在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, 说白了就是想向着自己家说话, 我要是第二, 确实中间已经隔五十年了, 没错吧, 就是我现在想争第一, 第一拿不出证据了, 那你可就不是第一了, 合理啊, 没啥不合理的, 现在是我们家大人在争这东西吗, 我们家大人说话了吗, 这都是我们作为同学说话, 说白了, 我说暴停, 参赛的根本没支撑啊, 参赛的啥也没说, 我跑完了我的, 我完成我该完成的东西, 我去一步一个脚印的, 我上去了, 我也回来了, 我这一圈跑完, 正是八经跑完,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, 我跑完了, 对不对, 跑赛的没说话, 我作为同班同学来讲, 我甚至认为你可能是第一, 前面那个哥们都不知道, 他跑的时候, 他说他说啥, 他说那时候运动运动场上没有人, 他早上五点钟跑的, 他自己跑的, 我质疑不合理吗, 那你的质疑是啥, 你在力挺啥呀, 这不就是来立场了吗, 那你的这个立场, 对你有啥好处哥们, 你回头转班呢, 你要转到人家班去, 还是你夸人两句好看, 给你个签名还是咋的呀, 这不就是立场不自洽的地方了吗, 没错吧, 再说人家对人家自己班, 人家自己班里面都好多声音, 你哥们你跑的我可没看见啊, 自己班都说了, 你听人说话哥们咋的感谢你啊, 回头你拿这段言论, 人家给你批个证让你转到人家班去, 你能当上班长啊, 你是个屁呀你,